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浊就是污染 像一滩浑水一样 而时代本身其实并不会污染 是说这个时代之内充满了下面的几种污染 所以称这个时代叫被污染的时代 浊恶的时代 下面说出了四桩事情 我们冷眼观察 这个社会确确实实 如佛所说 头一个 见着 见就是见解 不正确的见解 在佛法里面讲 邪知邪见 哪些不正确的见解呢 经上讲的 这个武力是 身见边见 见取见 借取见 斜见 这个不大好懂 我们通俗一点讲 自私自利的见解 鼓励自私的见解 有人说 这有什么不对吗 看起来是合理的 可是现在问题出来了 大的方面来讲 每个国家都保护自己利益的缘故 于是会伤害其他国家 小方面来讲 每个人保护自己利益的缘故 会伤害其他众生 都会找出非常正当的理由 去伤害 认为伤害得很合理 可是长死一往 我们且不要说别的因果 地球破坏了 环境污染了 人类要治藏这个苦果 很多人说了 这个管不了 跟我没关系 天塌下来 大家一起死 这个就是经上说的 众生的短见之处 看不到那么长远 一定要等到苦暴 现前的时候 才会后悔 灾难现前了 开始埋怨 我们最近这些年 灾难特别多 不是没有原因 这个跟经上讲的 众生的共业 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根本的义 很多人考虑不到 就是经上说 因为错误的见解 误导社会大众 导致 有这样的一种恶行产生 表现出来烦恼 这个烦恼主要是什么呢 失货 失货就是错误的思想 贪嗔吃满意 五大类 错误的思想 只是经上给我们这样讲 一般社会大众 是不会觉得这个有问题的 贪心有什么问题呀 现在社会鼓励贪欲 我们以前在新加坡 看到报纸上 有这样的评论 说这个贪心啊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如果没有贪心 人类将不会进步 说的也没错 进步到最后 就是大家同亏于尽 贪 是众生的根本烦恼 儒家对这个问题呀 也提出警告 儒家对人生还是很关怀的 虽然不强调 要把贪去掉 但是夫子提出了 欲不可长 欲望不可以让他挣扎 应该有所节制 也就是说 要适可而止 如果放纵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么现在社会提倡的是众欲 于是问题都来了 小孩从小接受这个思想 长大之后控制不住 别说是父母 就是老天爷 神仙下凡 也管不住 什么缘故 像江河一样 那个堤防没有了 谁能够拦得住啊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古人啊 从小教导孩子 在这个地方啊 要有所节制 是有道理的 就是有所节制的情况下 一不小心 还会控制不住 面对很大诱惑的时候 一失足 往往成千古恨 不但历史上 大有人在 就在我们眼前的生活中 也不乏其人 这个是贪欲啊 那如果讲到佛法 修行的层面啊 这个危害就更大 所以菩萨修行 头一个行词 就是以布施 对质 前探 这个是要命的根本烦恼 第二个呢 是称慧 称慧 我们直接了当的说 就是怨恨 怨恨啊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也很容易表现出来 我们常常看到 年轻人小不如意 怨天 怨天就齐射了 父母都怨 骂父母 这个在过去不得了啊 过去人 就是父母再怎么样 对自己不好 这个怨 不敢明显表现出来 我们来的时候 路过那个静云 有一条河边 我看到旁边有一块 很奇特的石头 我们那个开车的先生就讲啊 说过去啊 有这样一个传说 有一个婆婆 跟一个媳妇在那边磕头 把那个石头看上去真相 那个像媳妇的那一块石头 头没了 怎么回事啊 被雷给劈了 就是这个 这个媳妇不孝顺 害得婆婆 在那边要给他磕头求饶 所以天打五雷轰 是不是真的另当别论 但是在古人心目中 别说老天不原谅 就是社会大众也绝不会原谅 不过在现在 现在这个是没关系的事情 甚至比这更过分 也都没什么关系 常常常听到 兄弟姐妹 为了谁来养父母的问题 打官司 我以前看到有一有一则新闻 说一个老人家 到法院去告状 告什么呢 孩子不养他 孩子也说得很好 我为什么要养你 说出很多理由 然后这个老人家 真的很痛苦 说你要不养我可以 我小时候把你养大 生活费你要还给我 为了这个事情 到法院去告状 儿子出来对着镜头 还说的滔滔不绝 举出很多理由 我不应该养他 这个法院最后也弄得没办法 因为法律条文中 确实有些漏洞 如果用法律来规定 让人孝顺 这已经到了很悲惨的地步了 中华民族是以孝道 为优良传统的民族 如果这个优良传统失去了 这个民族的大根大本 将不复存在 这个是让人很痛心的事情 我们在其他地方 其他国家也确实看到 很多民族 对自己祖先留下的 宝贵遗产 尤其是文化遗产 非常尊重 甚至有些民族认为 我的国可以亡 我的文化不可以失去 那么在佛法里面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用在 现前社会 世道人心上 比较容易体会 否则的话会感觉到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其实表现在生活中 这些都是经上讲的 着恶之相 乱象 后面的 吃 吃就是愚痴 对于事实真相不明了 对于因果 不分明 不分明 傲慢 增长 这个也是很大的烦恼 在现前社会 也是常见的 傲慢 增长 现代人确实 不像过去人 那么谦虚了 甚至鼓励 人 应该骄傲 这个骄傲是应该的 这个都是经上讲的 烦恼着的现象 这两种是因 接下来呢 众生着和命着 是果 果报 也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 众生啊 就是众缘合合而生起的 一切现象 很多人以为众生啊 就是很多 很多人 或者很多动物 这叫众生 众生包括了一切现象 在这一切现象中 分为两大类 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 有情众生呢 包括我们人 也包括很多动物 甚至还有 我们看不到的 这些无形的众生 无情的是哪些呢 山河大地 坐椅板凳 这些都是众生 所以众生就包括了 社会现象的全部内容 这个社会啊 出现了乱象 乱象吧 我们 如果细心观察 确实在很多方面 触目惊心 天灾人祸就不说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青少年犯罪率 现在 在很多国家 都是每年攀升 有争无解 国家也头痛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后来想到 教育出了问题 要调整 这个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 恐怕 也要二三十年 但是这个现象 确确实实 已经呈现出来 所以 这个着恶的像 在我们面前啊 确实是非常鲜明的 命着呢 是说这个时代 众生的福报 减少了 减少表现在哪个方面呢 寿命降低 这个事情 很多人 认为不对 说不对啊 我们现在统计啊 人的平均寿命 是增加了 七十多岁 八十多岁 其实现在 很多国家统计的 都是算活人 就是活得很健康的人 经上讲的这个命着 是把所有人都算在里面 哪些人呢 天灾人祸中死亡的人 别的不说 每一天交通事故中死的人 这个数目指 如果全部公开 那是惊人的 全世纪啊 就是每一天在公路上死的人啊 那个数目指啊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 都是非常惊人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多人忽略的 堕胎的英灵 在现在这个社会 也是空前的 这些都是生命 非正常死亡的 都要算到里面 你这样在一平均 就打很大折口了 战争之中 死亡的 算在里面 两次世界大战 这个人数加起来 恐怕马上就打很大折口了 要这样算法才可以 这个才是经上讲的命着 就是平均年龄降低了 有人说现在医药发达 可以让寿命延长 其实寿命延长 不是医药能做到的 如果医药能够延长寿命 秦始皇是不会那么早死的 汉武帝也不会死得那么早 这些有钱的 地位高的 他们完全可以用医药 把自己寿命延长一些 问题是 不一定是这样 寿命有寿命的因 寿命的因是什么呢 首先 中国古人讲的 一个字 德 或者说因智 就是因德 修福积德 寿命可以延长 不用求 寿命可以延长 这个是古人的经验 那么在佛法里面呢 寿命的正因是什么呢 慈悲 慈悲表现出来 戒杀护生 可以得健康长寿 这个事情啊 我们在生活中确实有感受 我以前也遇到一些学佛的朋友 我曾经遇到一个 他说呢 他遇到一个大德 跟他讲 他的寿命啊 不会很长 他自己啊 也感觉得到 这位大德 这位大德就劝他 说你要多放生 他真的就照做 而且做得很认真 到他四十多岁那一年 那一年感觉身体特别不好 好像真的就要走了 可是啊 这一关过去了 过去之后啊 到现在身体非常健康 比以前更加好 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 戒杀护生 得健康长寿 献报 但是啊 整个社会的现象啊 却不容易转 因为大家 对于大自然的破坏 对于生命的招踏 招感 命着 这一种现象 这个是啊 有史以来 最为严重的 我们前面说过 以往 千年之内 才有一种物种灭绝 现在是每一天 有二十六种生物灭绝 这个生物链啊 遭到严重破坏 有一种动物灭绝 就有一种植物灭绝 有一种植物灭绝 就直接影响到 我们人类社会的生活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空气污染 水质源污染 环境污染 这个都是会影响 人寿命的客观因素 福报呢 有人说 我们现在物质发达了 怎么说福报少了呢 中国人讲的这个福啊 五福 福寿 富贵 康宁 浩德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都没有讲物质 我觉得古人说的很有道理 上书里面提出五福的观念 福寿 头一个福报是什么呢 长寿 这个是根本 如果寿命不够 再大的福报 没办法享受 所以把这个排在第一 富贵啊 富是富有 这个富有啊 它不用物质来说明 而用心灵的充实来说明 后面用一个贵 贵是什么呢 为人尊重 叫贵 你看我们常常讲尊贵的某某人 贵啊 就是为社会大众所尊重 为什么为人尊重呢 有德 不是说地位很高啊 地位高 表面上会得到大家尊重 但不一定会让人从内心尊重 让人从内心尊重 心服口服的是德 福寿富贵 接下来是康宁 这是很大的福报 健康 长寿又健康 没有病啊 灵是安灵 每天都很安心 生活得很平安 不会心慌 不会为什么事情去担忧 这是很大的福报 我们想想有道理啊 这个不是用物质生活所能弥补的 如果物质生活很丰富 但是心里面很慌 不安 常常患得患失 忧虑很多 恐怕 也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 最关键的是后面 好德 好德就是修善音 那么临走的时候 又能走得非常安详 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五福 一个人 在这一生当中 能具足这五样事情 那就是最幸福的人生 独独没有强调 物质的丰富 这是古人啊 静心观察 看到的人生真实的享受 当然 现在物质发达 也是有好处 可同时啊 副作用也是存在的 过于偏重物质享受 人的心灵会慢慢空虚 一旦要离开这些物质的时候 精神承受不了 这也是我们常见的 那么这些着恶的现象 在我们这个世间 还不止如此而已 往后还会越来越着恶 这个时代啊 是刚刚开始 尤其是末法时期啊 这个乱象刚呈现出来 释迦牟尼佛 在这样一个时代 视线成佛 德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来到这边成佛 这一次来是第八千次了 表演 以佛的身份度众生 为诸众生 说是一切世界男性之法 佛这一次来的主要目的 在此地说了 就是为这个地方众生 说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 叫一切世间男性之法 不仅仅说 说我们这些人不容易相信 就是其他道的众生 也不容易相信 我们以前遇到 有些众生附体的现象 劝他念佛 他不相信 他说哪有极端世界啊 如果有 你们为什么不去啊 可见经上讲的没错 这众生多到恶道了 他还不信 这是唯一救命的机会 他宁愿在那边等着受苦 也不愿意信一次 和这个真实经上讲的可怜民者 所以佛说是一切世间男性之法 接下来 接下来经文说 舍利佛 当时我与物浊恶事 行此难事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一切世间 说此男性之法 视为圣爱 这个一段啊 偶艺大师 为我们点出 这个里面的玄机 太不可思议了 这里边有一句经文 说舍利佛 当之我与物浊恶事 就是我在这个物浊世间 行此难事 这个此难事是什么事啊 就是念佛 就是这个念佛法门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物浊恶事 以念佛法门得 无上菩提 所以偶艺大师 在这个地方注解了一段 非常不可思议的话 这个注解啊 被印竹看到之后 叹为稀有 印竹赞叹啊 弥陀经注解到这个份上 可以了 就是古佛再来 唯弥陀经 再写一部注解 不过如此 说出了佛的心里话 什么话呢 偶艺大师讲 一圣阿弥陀佛 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得出来的 一圣阿弥陀佛 即是释迦本师 与五浊恶事 所得知 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法 这个话 我们直接 用白话来讲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五浊恶事 成佛 所用的方法 他用这个方法 视线成等证诀 现在以此果决全体 受于着恶众生 把这个方法 完整的 毫无保留的 河盘托出 给这个五浊恶事之中 受苦受难的众生 让这些众生 以这个方法修学 立刻可以 离苦得乐 这是诸佛所行境界 为佛与佛 方能究竟 就是这个事情 别说我们凡夫 无法理解 就是等诀菩萨 未得佛力加持 想不明白 这是诸佛如来的境界 为佛与佛 方能究竟 非九戒至利 所能信解也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想不通 怎么可能这样呢 别说我们想不通 就是等诀菩萨 如果不得 弥陀本愿加持 这个境界 无法完全理解 这是偶艺大师 在弥陀经 将要圆满的地方 做了这样一段诸解 千古觉察 之后 有些大德觉得 这样的诸解 太过了 那么到 印光大师 给了定论 这就是佛要说的 真实本怀 真实义 那么经文中 也确确实实 是这样讲的 原文就是这样 我在五浊恶事 行此难事 得无上菩提 这还能做别的结识吗 只能是这样 最为圆满 那么这样说来 这个流通到这个地方 真的就是圆满 至极 无以复加 释迦牟尼佛 把他成佛所用的方法 和盘托出 劝一切众生 一一教修学 丝毫私心都没有 虽然如此 众生还是不相信 所以为一切世界 说是难性之法 视为甚难 这是祝福赞叹 佛在这个地方 再一次重生 我做这个事情 太难了 如果跟大家 讲普通的法门 讲什么 比如讲小城 小城因果 仁天因果 大家可以相信 所以佛陀当年 成道之后 在定中 二七日中 说华言 华言说完 出定 观察这个世间的众生 这个大经 接受不了 就是华言的境界 这个世间众生 无法接受 听听像讲天书一样 那么重重无尽的 华藏世界 一般人以为 这哪有的事情 无法接受 所以这个经不讲 讲什么呢 讲人天因果 佛最初成道 十二年 全是讲 人天因果 小城教法 就是劝大家 要断恶修善 要做个好人 这个大家一听 这个可以 这个我们能接受 这个不要说成佛了 生活中也能用到 于是佛整整用了 十二年 讲这样的小学课程 这就是十二年中 说阿涵 阿涵 就是基础教育 教大家 怎样做人 我们现在学佛 也多半从这个地方 学起 劝人从哪里学呢 先学做人 人还不会做吗 我们都做了半辈子的人了 还要教 还要佛来教吗 这个地方 佛说的 做人 是以永恒的标准来讲的 我们现在得到人生了 有个人的模样 如何让这个人生延续下去 让这个人的境界升华越来越好 那就是一门学问了 否则的话 虽然得人生 虽然得人生 人的本分和义务 未能尽到 那就不一定是个完美的人 所以需要学习 那么这一层 人天因果的教育 在我们中国人啊 非常容易接受 那是因为中国有传统儒家的人伦观念 不过现在也非常淡薄了 最近呢 在我们内地啊 又掀起了国学日 一般人理解 国学嘛 就是乳学 其实啊 国学啊 不仅仅是乳学 国学啊 就是我们中国的学问啊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 何止是儒家一派呀 至少有道家 有诸子百家 佛法传进来之后 影响了儒道二家 甚至于 在民间民众观念中 有人不知道孔老父子 但是听说过佛 我们民间很多生活习惯 受佛法影响太深刻了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老人过世之后坐骑 坐骑哪来的 坐骑就是地藏经上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 地藏经上这么教的 那么儒家呢 在人生现实的关怀上 讲的比较多 所以佛法传来 这一方面的教诲就省掉了 一般就不讲了 直接讲什么呢 在这个基础上 讲如何进修 至少都是声闻原觉 四地十二因缘 往上面 菩萨法 中国人甚至 对四地十二因缘 都还不大感兴趣 直接就学菩萨 达摩祖师说 这个地方的众生 多大成根性 就是信量很大 不学则疑 我这一学 小的不要 我直接学菩萨 但是 在现前 如果没有前面的人天 乃至小层的基础 这个菩萨会悬空 做个样子可以 真实的行使 无法跟上 所以我们需要补充 人天的教法 古人不需要 是因为古人 从小就有了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现在 有时候 也会提倡 从人天这个教法 在生活中去学习 我们惠州法师 前天又谈到 说下次有机会 跟大家一起学 《十善夜道经》 《十善夜道经》 就是强调人天因果 在过去 这个经是不重视的 这个经翻译过来之后 几乎没怎么讲过 只是最近这几年 在佛门里面 才被重视 什么缘故 看到学佛人 基础没了 什么基础没了 人道的基础没了 人道什么基础 人道就是无界实善 这个基础没了 这个基础没了 直接进修菩萨法 那个菩萨学不下 怎么学都学不下 我要学菩萨布施 学不来 什么缘故 这个心里面 有很多千滩的念头 在干扰 我是很想布施 可是这个念头一动 就有好几个念头 过来劝 别布施 别布施 还是自己画多好 我自己宁愿享受 也不要给他们 什么缘故 持善里面的贪嗔痴 这个恶在干扰 持善不具备 因为这个缘故 菩萨这个行为 学不来 纵然学 学得很勉强 后面的持戒忍辱 那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恶业还在 这个戒持不了 因为烦恶会干扰自己 持戒的正行 忍辱太难了 没有前面的历练 忍无可忍 平常没事情 还觉得不错 欲小小不如意 就会原形毕露 烦恼习气 就会表现出来 这确实是缺少了前面的基础 所以最近很多大德 在这些基础教育方面 都非常重视 十三页道经 基础 八大人觉经 基础 我们这个背景 用八大人觉经 这个也是 在过去讲基础的科目 最近还流行一部吉祥经 也是讲人天因果 大家觉得这个很实在 在很多地方广受欢迎 什么缘故 缺少这个东西 在过去这个不需要 因为过去 从小家里面就学 现在呢 从小不知道学什么 小孩从小 眼睛就盯着电视 跟着电视长大的 现在电视是最好的老师 父母的话不听 电视讲的话肯定听 所以做父母的也头痛 没办法 做老师的 那就更不用再想什么主意了 教了也白教 你这边教十句 他回家一看电视 一句 顶老师百句 这可是传统教育缺失 所造成的一种现象 所以现在国家也意识到 很多家庭也意识到 在很多地方 办有这一方面的 类似补充的一些课程 我们听说不少地方办书院 以儒家地质规 道家感应篇 佛法实善业道 作为基础教育 希望能够对社会风气的改善 多少起到那么一点作用 那么我们学佛呢 如果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进修佛法 不妨把这个 作为我们生活行为的指导 用来修正我们的行为 这些呢 不是用来念的 而是用来去做的 在这个基础上 支持名号 或者任修一个法门 都是容易相应的 因为心善 行善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在进修法门 干扰就不多了 这是在五浊恶事之中 佛说法 先说人天 就是让大家起信 在这个基础上呢 讲小乘出世之法 是地 来自十二因缘 更进一步啊 这讲大乘菩萨法 所以佛当年说法的次第 十二年中 说阿罕 接下来八年时间 讲方等 方等就是进入中学 讲大乘了 大乘什么经都讲 什么科目都列出来 让大家熟悉一下 过后啊 世尊居然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讲大波日经 佛说法总共四十九年 波日讲了二十二年 可见得 这是佛法的进化 最后八年 说法华 回归到华言 圆满的境界 入涅槃之前 一日一夜 说大班涅槃 等于是遗嘱 这个次第啊 就是慢慢的引导众生 不断的往上提升 虽然如此 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啊 依然有很多学生 听不进去 为什么 这个境界不能理解 无法接受 怎么可能呢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不应该是这样啊 所以虽然有了前面基础啊 往上面提升的时候 尚且不容易 如果没有的话 直接就接受这样的境界 确实有些难度 所以佛说 这个方法 跟众生讲一讲 确实不容易相信 我们现在讲这句佛号 很熟悉啊 有很多人 至今还不一定有缘听得到 听到的众生之中 有很多人 不一定能念得出来 这个事情啊 很多人不相信 一句阿弥陀佛 谁念不出来 谁不会念啊 当年印光大师 就做了一个事业 印竹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 跟帝贤老和尚 到北京 去迎请大藏经 空闲的时候 就到街上啊 去游逛 跟着另外一个师兄弟 一个道友 两个人在街上走 迎面来了一个 小乞丐 就是来要钱的 现在也有很多 很多寺庙门口 为一大群 问师父要钱 这个以为和尚很有钱 其实啊 这个是一种误会 那么印光大师 遇到这一种情况 怎么处理的呢 印竹啊 就跟他讲 你要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给你 一个大羊 那一个大羊 算很多了 再过去 这个小孩呀 看了一看 说钱给我就行了 不用念了 印竹以为啊 他大概嫌钱少 把钱袋拿出来 你看到没有 这里面啊 好多大羊 你尽管念 念多少 我给你多少 这个小孩盯着钱袋 钱我想要 这个佛嘛 就不用念了吧 印竹看到之后啊 就说啊 想让他种个善根 花钱请他念 都不念 看来呀 真的是不容易 最后给了他一个大羊 让他离开了 同样的事情 到后来 金山活佛 金山活佛 是民国时期 在镇江金山寺的一位禅师 这位禅师啊 他的行仪 很像寄宫活佛 常常有一些出格的举动 他也跟人讲 因为他劝人念佛 很多人说 一句阿弥陀佛 谁不会念 他也就说了 你们不要看 这一句佛号 很简单 有些人想念 还念不出来 有个法师听到 就不相信 有一天 跟金山活佛一起 到一个居士家 去应供 居士请吃饭 一起去 这个居士家呢 大概很有钱 房子很大 每一道吃饭的时候 很多药饭都围上来 正好这个法师看到了 他很有感触 饭碗一放 他自己走出来 把这些药饭 十几个 一大群 说来来来 我这边有钱 我给你们 不过呢 师父有个要求 你们啊 如果谁念佛 就给的多一些 那么这十几个要饭的 大家就想多念一些 可是居然有一大半 说什么呢 说师父啊 钱给钱就行了 念什么佛啊 你让我喊你爷爷 喊你老太爷都可以 念阿弥陀佛嘛 我们不好意思念 还有两个 嘴巴张得很大 很想念 念不出来 这个法师看到之后啊 才相信 这个佛佛讲的真的 然后每个人 给他们一点钱 让他们离开了 经上说的没错啊 这一句佛号 遇到都不容易 这是在茫茫苦海之中啊 出离的周行 遇到之后啊 肯接受啊 更为稀有 佛说 此人以诚供养 无量祝福 这一生 可以成就了 虽然 接受的不多 还是有一部分众生 能够啊 一较奉行 所以佛还是把这个方法 为众生说出来 为一切事件 说是男性之法 这是佛陀来到这个世间 所做的最难的事情 所以最难的事情 不是别的 就是劝人念佛啊 就是讲这一部弥陀经 这个很多经啊 我们常常听经都觉得 这个经 讲起来 很多经都很有味道 有很多故事 金刚经 讲起来道理很深刻 很多人喜欢 其实金刚经啊 倒是比较好讲 什么缘故啊 因为道理多半能接受 像弥陀经啊 倒还真的就不大好讲 因为从头到尾 就是反复的劝 要念佛 要念佛 设立佛 要念佛 要好好念佛 除此以外 没有别的好说 佛在这一部经 是从头到尾 劝众生 除了念佛 还是念佛 所以啊 如果不是 善根福的因缘具足 听一听就跑掉了 这么讲来讲去 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经常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 得生彼国 为什么劝这么多次呢 唯恐众生忘掉 唯恐众生忽略 所以这一部经 说到底 就是阿弥陀佛 这是劝行 甚难稀有之事 做总结 佛说此经 以最后这一段经文 是阿难尊者加上去的 证文 到前面啊 就已经圆满了 下面这一段 是总结法会的现场 佛讲完了这一部经 设立佛 记住比丘 一切事件 天人 阿修罗等 闻佛所说 欢喜信受 坐礼而去 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学习圆满 在六道之中 在六道之中 是比较特别的一道 阿修罗 翻译成我们容易理解的话 叫五酒 有时候也说非天 什么意思呢 这一类众生 他们福报很大 可是没有美酒喝 看到天人啊 有很多好的饮料 酒就是饮料 他们很嫉妒 所以天天要跟 玉皇大帝打仗 干什么呢 抢他们的酒喝 他们福报很大 甚至可以跟天人较量 经上说啊 阿修罗啊 常常跟刀利天主打仗 有时候啊 刀利天主都被他打得一塌糊涂 打不过阿修罗 居然跑到佛那里去求救 说明阿修罗的福报 确实是够大的 那么这一类众生 是在人间的时候 他很喜欢修缮 很喜欢布施 可是他有一个烦恼 就是嫉妒心特别重 贪比心比较严重 如果是以嫉妒心和好胜心 去修善修福 不能出六道的话 多半落在阿修罗这一道 福报很大 可以跟天人相比 因为嫉妒 所以很丑陋 阿修罗这一类众生 男子都非常丑 女子都很漂亮 阿修罗女 是刀利天主的正后 就是刀利天主的王后 是阿修罗王的女儿 所以他们这一家人 也挺热闹 阿修罗看到自己这个女婿 有那么大的福报 娶了自己的女儿 在那边享受 他很不开心 所以哪千不高兴 就发动战争 给他们打一仗 把他们折磨一番 折磨完了再和好 这个经常常讲的 所以天人的生活 也不太平 有阿修罗在折磨他们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天人阿修罗 都算是善道 三善道 六道之中 举出这三类 念佛法门 主要所度的众生 就是六道 而在六道之中 人道众生 是最容易生起 出离心 最容易接受的 另外两道呢 也有机会 那么到三恶道呢 机会真就不多了 这是总结 把这一类听众 特别提一提 与会这样的听众 无量无边 闻佛所说 欢喜信寿 坐礼而去 听到佛讲的这个法门 大家都很欢喜 我们今天听到了 听完了 大家也应该很欢喜 欢喜什么呢 法师终于讲完了 讲得这么辛苦 我们坐了半天 终于讲完了 好开心啊 明天就不用这么样 坐着了 欢喜都好 只要大家欢喜 不论什么原因 总是好的 我们在 听闻到佛 所说的 弥陀经之后 以往 不管有没有听过 都可以 作为一次学习 这个经啊 自古以来 就为佛门所重视 大家可以看 早晚课里面 不选别的经 独独选 弥陀经 说明 古大德 早已经认定 这个经是必修的 不论是中门教下 哪一个法门 我们在丛林里面 都是晚课弥陀经 作为归宿的法门 来学习 所以这个经啊 应该是多学 多听 那么 坐礼而去呢 就是听完了 等一下大家 也坐礼而去了 我也要坐礼而去了 此地的坐礼啊 不是磕磕头就行了 不是这么简单 经常都有坐礼而去 礼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尊重 现在人对礼不大重视了 见面 能够挥个手 点个头 hello一下就不错了 学佛人呢 合个掌 举个弓啊 就算顶弓镜了 这个也不能要求啊 这个时代啊 是不大讲礼的时代 很多人说 要那么多 凡文乳节干什么 想来好像也有道理 其实啊 礼啊 还是有必要的 礼是一种尊重人的表现 在佛法里面 礼静 它真正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依教奉行 所以我们礼佛的时候 常常都会这样观想 佛对我的教诲 我要记在心中 这是对佛真正的礼静 坐礼而去 就是听完佛所说的法 很欢喜 我接受了 我到生活当中 去奉行 这个而去啊 大家要认清了路啊 去到哪里要认清啊 不能去错了地方 这个去 就是出六道去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不是到湖镇去而已 这个去啊 弥陀经学完 就是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家乡 所以今天我们学完弥陀经 大家都是老乡 以后见了面 不要再分 你是哪里 你是哪里 大家都是老乡 极乐世界的老乡 将来我们都会啊 回到这个地方 佛说阿弥陀经 那么我们这一次啊 用七天的时间 很简单的 把这一部经过了一遍 这一部经啊 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的学习啊 只限于表面 也就是说 我们用最通俗的方式去理解 在生活当中 或许对修学有所帮助 这一次的因缘 非常难得 我们惠州法师 对大家的修学啊 非常关心 法师常常邀请 很多大德 到道场来弘法 我听到都很赞叹 我听到都很赞叹 这个是护持正法 贺丹如来嘉义 真正的行持 那么我自己啊 对于佛法的学习 非常浮浅 在这一段时间内 对弥陀经的讲解 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还希望 作为法师 和作为大德居士 能够给予批评 指振 学习的功德 回向 祝福 常住的每一位师父 都能够深暗道龙 在道场 住的欢喜 祝福每一位 在家学佛的菩萨 家庭和睦 六十吉祥 当然最重要的 祝福我们 九松式道场 能够正法九住 香火鼎盛 普度一切众生 同生极乐果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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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